WIT泡茶教學之為什麼泡茶要溫湖溫杯 泡茶放茶葉前為什麼要用熱水過茶壺跟杯子 溫湖溫杯會讓茶湯變好喝 不溫湖溫杯泡茶有差嗎 影片分 溫湖溫杯目的讓茶湯更好喝 溫湖溫杯流程 不溫湖溫杯泡茶有差嗎 溫湖溫杯目的讓茶湯更好喝 泡茶放茶葉前的溫湖溫杯的主要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溫度 溫湖溫杯可以讓茶湖溫度提高 讓第一泡沖泡的茶湯水溫不會因為茶湖的溫度降低太多 茶湯味道會被泡茶水溫影響 水溫影響茶湯味道可以參考WIT做的影片 連結會放在右上角與下方說明 泡茶前先溫湖把茶湖溫度提高 讓泡茶水溫不會降低太多 泡茶前做一個前置動作 讓泡足的茶湯更好喝 溫杯則是提高茶杯溫度 讓倒進的茶湯不會降溫太多 在喝茶時茶湯仍保持一定溫度 第二個目的是衛生 煮沸的水倒入茶湖茶杯中溫湖溫杯 可以把茶湖跟杯子上的灰塵或殘留的自來水沖洗掉 確保茶湖茶海杯子在乾淨的狀態下來泡茶喝茶 溫湖溫杯流程 溫湖溫杯的流程沒有固定 每個人做法都不相同 目的有達到即可 WIT是把煮沸的水分別倒入茶海與茶湖中 先拿著茶海晃一晃 讓水充分經過茶海內部 提升茶海溫度與帶走灰塵 接著在倒入下一個茶海 繼續重複上面動作 接著會倒入茶杯 茶海跟茶杯都會晃一晃 讓水充分經過內部 提升溫度與帶走灰塵 最後把溫湖溫杯的水倒進沸水桶 接著是拿著茶壺搖一搖 讓水完全沖洗茶壺內部 提升茶壺溫度 接著倒入茶海 重複上面過程 經過溫湖溫杯 茶壺跟茶海跟杯子的溫度上升 灰塵也被沖洗乾淨 溫湖溫杯完成 可以開始泡茶了 不溫湖溫杯泡茶有差嗎 如果是用玻璃壺又不在意衛生 不溫湖溫杯差異其實不大 玻璃壺降溫速度很快 溫湖提高茶壺的溫度很快又會降溫 玻璃壺比較適合泡不耐高溫的茶 像是包種茶 碧羅春 綠茶 如果是用白池壺或桃壺 不溫湖溫杯就開始泡茶 泡出的茶湯味道會有一些落差 水溫不夠泡出來的茶湯在香氣與口感會有變化 嘴巴比較銳利的人能喝得出差異 或是可以同時用溫湖溫杯跟不溫湖溫杯兩種方式來泡茶比較 茶湯的香氣與口感差異會比較明顯 茶壺材質影片可以參考WIT做的影片 連結會放在右上角與下方說明 希望WIT的泡茶影片對想泡茶或剛入門泡茶的人有幫助 讓更多人可以享受到泡茶與喝茶的悠閒時光 為什麼泡茶要溫湖溫杯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頻道的請協助訂閱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 &字幕移動 ? 感谢观看